杀害朋友的许姓男子到案后 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 根本看不出夺枪杀油很近 警方询问气势细节 得到出乎意料答案 事发第一时间慌了手脚 许姓男子自爆和死者 毕竟朋友一场 依神明指示的气势行动 也象征水葬 脚步把它盖着 掩盖起来 是让他不能看见度 比较没办法去追求 杀他的人 民俗专家表明水葬石 在口袋放精纸 就是希望往生者黄泉路上好走 借此减轻罪恶感 实施现实毕竟不像电影情节 船只飘到水中央 重心一偏翻覆 就算完成水葬仪式 徐姓男子抱怨死者没一计划 沉入溪底流进大海 让警方听了啼笑皆非 协助气势共犯的气补过程 同样有些玄妙 帮忙气势的嫌犯觉得良心不安 四处求神明拜拜 落网时 他正在高雄田辽 这一间土地公庙的停车场 准备来参拜 他是说他有 一样他有信仰的神明 他指示他 他还不晓得说这庙宇在哪里 所以他沿途温如 协助气势共犯特地从台南 跑到高雄拜拜 也说是听从神明指示 结果在庙宇被捕 犯下大错的两人 期待神明相助 减轻心中恐惧 却事与愿违 证明拍楼 不肯走 三立讯的许师长 翁玉丸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